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大嫂 东小 你给我过来 快点 医生 有问题解决问题 你这是干什么呀 就是 刚才不好意思啊 咋了 东小连你的电话都刮了 恐怕是买铺面的人太多 没时间接电话 太好了 忙 东小 你就甭听了赵百川解释了行不行 今天这事明摆着 就是不想给我碰面 你们今天说啥都是废话 你跟夏主任 是咱丹霞撮着人 我们就这样被他们欺负 你们看着也不管 你说得不厉害 夏主任 大嫂 你说什么呢 夏主任您来了 我说的没错 您说 那些小铺面 都被他们 丹霞撮着人给盯了 这事更您欣赏 您信啊 这赵百川 他明知道我没多少钱 租不起大铺面 这更买不起大铺面 他就是不想给我铺面 你看你看 你看 你不了解情况吧 那铺子确实是人家早预定好的 行行行行 那成这样 那我不要出面了成吧 我出去打工去 这靠天靠地靠灵的啊 谁都靠不住是吧 行 我靠自己 自我奋斗 走 回家 不好意思啊 主任 秀秀 你回家好好说说他 屁怎么还这么大呢 不好意思啊 龚乔 这工作您还得做呀 回头你看看 有没有也不要的 咱就给他 行 我知道了 爷爷 这就搞了啊 好 小剧收好啊 我回来 教给我儿子看 好 秀秀 放好了啊 是 赶紧啊 你们辛苦 好 夏主任 你知道你们村的人 过去为什么一直穷啊 为什么 欣然小嘛 欣然小就装不下大事 装不下大事 他还能干成大事 走了 夏主任 您别往心里去啊 丁香 那些预定了兔子的人 怎么没来交钱呢 丁肯仁 您来了 咱刷卡还是现金呢 我来推定金 好 我知道了 嗯 就这样 大三 来来来 跟我说 现在你的好机会来了 有人呢 来推定金了 这个铺面啊 面积小 位置好 赶紧登记交钱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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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看看你这高兴 哎呀 哎呀 报应啊 报应 嗯 这些铺面啊 就留给他们 担侠村的人吧 我看啊 这最后能留成金山不成啊 啊 叫他死吗 平时不要咱们正好借了呀 哎呀 赚钱重要还是斗期重要 我斗期赚不了钱 听见没有啊 啊 你啊 哎 听你媳妇的啊 听人劝吃饱饭 赶紧交钱去 不然让人挑走了 哎呀 我现在还就不要 哎呀 江大三 我现在就不要 哎呀 我说你这人怎么正命啊 啊 没人劝得了你了还 我告诉你啊 这么好的机会 错过了就没有了 你给我好好想想 你要这铺面不要了 你拿什么钱养活我那孩子 啊 啊 想想孩子 行行行 我再考虑考虑 哎呀 怎么能没人来呢 是不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到位呀 不可能啊 每家每户都走到了 村里也贴了广告 主任 你们可回来了 问清楚什么 问了好几户 回答都差不多 说是怕以后没游客 赚不到钱 是 我也问了 说的都差不多 我就琢磨呀 他们肯定是之前一块商量过 赵数据电话 肯定是问负名的事 别告诉他事情 我爸赵数据受不了 把电话挂了吧 不告诉他 他不更担心啊 他不更担心啊 东乔 打电话告诉他 实话实说 好 喂 赵数据 东乔 到底是个啥情况 好吧 我知道了 会 New Jin- addicted to. 瞬痕 别打烫了 快回来 你爸不见了 诶 凤姨 怎么回事 你爸不叫去哪儿了 诶 百川 爸 你这干啥去 就是 你又干啥去了 我得马上回村子去一趟 你这身体还没恢复呢 凤凤 村里面一天铺子就卖出去两件 还没人租 我得回去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你回去干啥 要我说这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你那意思是这铺子本来就卖不出去 对 行 行 行 别说了 妈 别说两句啊 不行 我得回去看看 你回去了那铺子也卖不出去 你这玩意说话咋这么不着调呢 你咋知道就卖不出去 你以为我不关心咱村里的事是吧 咱村搞旅游的事我一直关注着呢 丁小姐也没少跟我说 那你跟我说说这铺子为啥卖不出去 是窦城现在没有特色 没有特色就没有客源 没有客源当然就是不能生钱 那铺子再便宜也没有人敢要啊 你现在回去了 就能让那铺子立马生钱了 我觉得玩儿说得在理 你现在回去也做不了任何事情 你现在最主要的呢 是把身体养好 有个好身体剩下的咱从长记忆 行吗 对 对 走 妈儿是 是有长进了啊 慢点儿 慢点儿 巨婴啊 咱村里啊 就你和齐爷两家买了铺片 你赶紧想办法把那个钱要回来 再晚了 那钱就打水漂了 你说赵书记平常做事紧稳当的 怎么这次就看走眼了呢 要我说嘛 咱村就不该建这个石头城 庄护人不从地里刨石 靠旅游赚钱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当初咱村里开会讨论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不同意 可我们老郑呢 说不管我的事儿 让我举手同意 可你们看看 就咱村这个情况 你让人家游客来看啥嘛 那他们还能黄了 黄不黄的不好说 可是这挣钱呢 肯定不容易 哎 你看 整个石头城啊 就你跟秦爷两家 孤零零的 想想都剩人哪 嗯 哎 孤零你干嘛去啊 跟他们要钱去 别干嘛这鸡啊 这鸡的鸡鸡 你没办法 让人去吧 要不然那钱就打 就挺软的 哎 夏宝生 今天我那钱 你必须退给我 你要是不退给我 我就死给你看 秦爷干嘛呢 这签合同之前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规矩了吗 您现在回去好好中心 咱营业不好吗 哎呀 那个小时间 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这开业招待鬼去 啊 你必须把钱给我推回来 我的钱 都是我的血汗钱 我跟你说 那 做的 我不要了 我也不想做什么买卖 我就想把我的棺材本 我不能死了以后 给我儿女们留下一笔工资赛啊 秦爷爷 咱们不是签合同了吗 路上规定 不能退钱啊 谁说这钱不能退的啊 谁说这钱不能退的啊 啊 怎么着啊 主任 主任 哎 咱们的村是想抢买抢卖对不对啊啊 啊 是啊 嗯 沈子 你回去看看合同 那上面有个规定 如果丁香要擅自把钱给退了 那村里的损失就得她来赔了 呦 这些人闹我都应付不过来 你跟这凑什么热闹 我就是要把咱家钱拿回去啊 我们可不能因为这个库面 就把这个钱打水漂了吧 我都跟你说了 现在铺面是最便宜的 以后肯定会涨的 等石头绳开起来了 你想买都买不到了吗 就现在那冷清样 那盖起来盖不起来 还是两回事了 丁香 废话少说 赶快给我们退钱 就这样还整天教育咱们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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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文明礼貌 有素质 就 这丹霞村的人都吵着啥样子 咱这叫不叫坐山观火斗 不过你说这俩人一闹 这库面是不是不叫假呀 咋 你还想要抱着 废话 库面干嘛来 我吃我成的 你还立刻在那干啥呢 拿钱去呀 底下 去啊 妈 你别弄了 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你求我干啥了 你这个傻丫头 你知不知道啊 咱家那个钱 是我和你爸这一勺子一勺子的酒 攒出来的 去给妈拿钱的 要退都退啊 那干部的家属也不能特殊啊 行啊 都别干涉丁香了 退我退钱 他说了不算 谁说了算 那赵手机现在还住院呢 你个主任你说了算吗 赵手机不在 我说了算 这钱不对 你 你还真敢不给我退钱啊你 爸 你别走 你赶紧来趟村委会 我妈在这儿胡搅蛮缠 我没法工作了 你说啥呢 你个死丫头 我胡搅蛮缠 说你妈胡搅蛮缠 行 我今天还就胡搅蛮缠给你看了呢 我到底要看一看啊 哎呀 到底是咱们胡搅蛮缠 还是这个村委会部讲理啊 来 不退钱 哎呀 你还都别 大叔 我们家属心 我都别站 好希望你叫我看你是不是 不对 三不正 咱俩这赶紧走 这丁香说了 他刚给他爸打电话 他把一会儿过来了 他 他来来了嘛 咱爸上嘛 你帮我闯一把 这要让别人知道 咱们在这儿 看热闹 那我不免得 我真慌了 你摸完一使个绊子 没有 我就只能跟灯眼的 走走走走 孤哥 我真想吃个苹果 是不是感冒了 没事 我这心跳咋突然 突然跳这么快呢 来 来来来 我 来 我去找一下谭教授 好 好 我去找 这儿 我去amped 小琴 别摔着啊 我这棺材板的钱都没了 秦也 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丁香 来人哪 来人哪 怎么回事 秦爷爷 秦爷爷 快下来了 秦爷爷 快下来啊 你这是干什么 太危险了 你下来我们把那兔子全推给你 丁香 你说我把钱推下来吗 丁香 赶快办你们手续 不行 萨主任 签了合同都不能退啊 出来 你退了一家就有第二家 到时候已经卖不出去销售额色 人命关天 听我的 退 来 我下来 要不给赵书记打个电话问问 我说话不算数啊 出了事我负责 赶快退 退 那你退给他就得退给我了 好好好 一事同仁 一事同仁 咱先救救秦爷爷 你先下来 你下来 你下来吧 秦爷爷你下来吧 秦爷你下来吧 退给你 你不骗我 我是村主任 我说了算 那 那我下来啊 你慢点慢点慢 怎么样 经验图星超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你的伤口恢复得非常好 没有并发症 你说说 你刚才怎么难受 突然心跳了 很快 胸闷 有点揣不过气 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压力 就是有压力 老想着村里的那些事 都吃不下饭 你回忆一下 是什么情况下心慌的 是不是又想到村里的事了 对着你 我一想村里的事 就是觉得很闷 憋得难受 这是情绪焦虑导致的心慌 跟手术没关系 大夫 那这个心慌怎么治呢 先缓解一下她的焦虑寻血 转移她的注意力 别让她老是想着村里的事 不想村里的事咱可能呢 除非我把村里的事都解决了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慢点 慢点 散了散了散了 散了吗 回来回来回来 散了散了 脚摆了一下 没事没事 回去吧回去吧 回去吧回去吧 好 走吧 回家了 看啥嘞 我脸上也没长花嘞 你说看啥嘞 钱钱钱 就知道钱 你看秦爷摔成那样了 不要了吧 干啥不要 待会儿他们回来 我还在朝主任要钱呢 我说你就知道钱是吧 你丢不丢人哪 咱家自己的钱 我要咋了 有啥丢人的 我告诉你 就你 傻 付钱那么痛快 全额都付了 就咱家一家 不跟你说 回家去 谭教授 我啥时候能出院呢 你恢复得差不多了 后天就出院吧 后天 那后天和今天有啥区别 我现在就想出院 爸 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哎 谭教授 院长是这啊 你们要不让我出院呢 我就会一直心慌 直接影响我这手术 之后的恢复 为了我的健康 你们应该让我出院啊 百川 挺大夫的 这样吧 我再给你详细检查一下 要是没问题 你明天就可以出院 我硬把你留在医院 你还得心慌 对着呢 你一直把我留在医院 我就一直心慌 对着呢 你呀 你回来了 今天咋样了 爸 我给你满倒杯水 咋了你 我问你呢 人咋样了 腿骨折了 医生说 没啥事 得养一顿 爸 你真打算把铺面 给他退回去啊 能不退吗 这要出了人命 我怎么向赵百川交代啊 我算看出来了 什么咱家村的人好 碰到 这一碰到钱的事都一样 这换谁都一样 谁都不想那么多钱大水漂 对对 你赶紧给赵百川打电话 让他回来处理这件烂事 他们大亚村的人能信任你 你还觉得你聪明啊 他刚做了手术 我能给他打电话 还心疼啊 妈 你别老是挑唆我爸的人 赵书记搞对立 这对谁都没好处 一个鼻孔出气了 不用我给他打 他来了 赵书记啊 这么晚了打电话有啥事 我明天一大早就出院了 前半场就能赶葬 通知大家准备开个会 你刚出院就开会 慢点 婆婆 那几本书和报纸别给我忘了 拿着拿着 要出院了 心情是不是特别好 院长 也不信慌了 不信慌 我就等着回单下村了 出院了你还得注意 不能随便走动 还有 除了晚上休息的时候 警托是不能随便取下来的 还需要注意啥 我 我记一下 我记警托不能随便取 我记警托不能随便取下来 继续加强你的肢体的功能锻炼 饮食 不行啊 叫他回来 也得劝他回家休息 哪有一出院就开会的 他那脾气您还不了解啊 咱们肯定劝不动他 主任 东城 干啥呢 你们看啥呢这是 晒太阳啊 等人 那 蒋书记要来吗 赵书记要出院了 这么快就出院了 他不是做了很大一手术吗 是啊 手术做完了 得恢复恢复 回来好好养着 主任 咱错里碰面的事 赵书记有啥指示没 是不是要降价销售啊 这要真降价销售了 你记得给我留一套啊 咱都是胭脂村出来的 你们得帮我 我还想着替咱胭脂村的 这争口气啊 铺子的事 等那个赵书记回来再说啊 你们两个在咱村里管事的 咋得连个顾面书都做不了呢 是不是这赵百川 觉得咱胭脂村的人 不会做马来啊 这故意为难人的 大曹 你说什么呢 你懂个什么呀 那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行行行 东城 你也别替他打掩护 赵百川啥心思 你也不知道啊 大曹 这兔子多得是 你看好哪一间 你交钱 我给你担保 行了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些肚免 都是丹霞村人不要的 退了的 他们都嫌弃的 你让我去租 这不是坑我吗 咱们这走吧 走吧 这俩领导啊 已经不是咱以前的领导了 人家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丹霞村人了 已经变质了 变了吗 大嫂 你管好你的嘴啊 跟咱不一条心了 咋就没变 变心了 主任啊 你们就给大嫂弄个铺子嘛 咋说咱也是从燕之村走出来的嘛 打断骨头 连着筋的嘛 你们商量一下啊 我找他去 你说这个大嫂 心眼怎么这么小的 这个兔子 人家丹霞村退的 他还不要 那点矫情 他就是这脾气 他还着急 哎 我知道大家在电话里面 都没跟我讲实话 到底是个啥情况 你们今天谁都不准隐瞒 咋了 都不跟这儿 夏主任 到底是个啥情况嘛 销售情况很不好 跟玉想的不一样 很不好 总共卖出去几家 才两家 一开始是两家 现在只剩一家了 秦爷呢交了钱又反悔了 村里呢就把钱退给他了 菊英婶子也想退钱 被丁香给拦下来了 那交了订金呢 有没有过来补交尾款的 不仅没有补交尾款 还要求退订金 说是不想要铺子了 我 我跟丁主任 跟他们好好协商过了 现在就是说 等您回来了以后 再办理手续退款 他们为什么要退呢 我跟副书记到村里 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 大家普遍反映呢 说我们村呢 没搞过旅游 也没有经验 所以心里没底 怕买了这个铺面 到时候 钱打了水票 这个情况 我是跟他们解释过的 刚刚开始嘛 游客很少得慢慢打口碑 他们都是认可了 才叫得定金嘛 咱们说反悔就反悔了 你们宣传工作是怎么做的 销售之前 他们都没有这种疑问吗 你提出这些问题啊 村委会都给他们答复了 我也给他们说了 现在游客少 流量低 铺子价格上不起 等今后这个宣传出去了 这铺子价格才能上去啊 但是咱们村呢 毕竟没做过旅游 大家心里没底 也可以理解 那咱们村以前 还没搞过有机农业呢 不重要搞得好好的吗 不行 得想办法让大家买铺子 我告诉你 只有这个流量上去了 这个铺子才能卖出去 那就降价 凡是交过低金的 还愿意买铺面的 我们给他打九五折 实在不愿意买的 我们也不能强求 给他们办退款 反正还没签合同 要是没人买 这石头城 不又成工程了吗 要实在没人买 那咱们可以考虑出租啊 那小吃街所有的铺子 我们都可以考虑以租代售 这样呢可以 减少大家前期的投入 也缓解大家的资金压力 还有租金也可以大幅度地调下来 甚至我们可以考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全部减免租金 赵主席 不是我跟你泼凉水 你就是减免租金 他们都不一定买 老百姓是看涨不看跌啊 你不信你把江大嫂他们叫来 你问他们买不买 你这江大嫂还想起来了 这江大嫂不是一直要搞什么店吗 她没有来租店吗 傅婆 你是江大嫂的傅平干部 她到底咋回事是啥情况 江大嫂是这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热情还挺高的 后来她想要的负面 不是被别人定了 就被别人给抢了 因为这个事埋怨了我们特别久 就还说我们故意不给她 那我们这次免费给她一间租子 还有村里边所有的贫困户 如果是愿意做买卖的 我们都送她一间免费的租子 三年之内不收一分钱租金 这 您这不是赔钱赚吆喝吗 我不同意啊 现在我们这个情况只能是这样 只能这样才能够调动那些贫困户的积极性嘛 问题根本不在这 这贫困户有几个会做生意啊 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 您让做生意就赔死啊 夏准你看啊 我们种植可以搞培训 那么做生意为什么不能培训呢 我们一直培训到他们会做买卖为止 好 今天会先开到这 夏准你跟我去一趟秦业家 去哪儿干什么呀 秦业在村里面有威望 他如果改主意把这贫困户买回来 会有很多人搁着改主意的 走 姐 那这些人都是谁照顾你的 那就是咱副书记跟主任 他们轮换进来值班的 他们真是死脑子 那放着现成的条件不用呢 为什么不去疗养院呢 那地方我可不去 我是有儿有女的呀 你整得跟个孤老头 没人照顾一样的 我不去那地方 姐姐 那王门工作这么忙 他们怎么会来照顾你 那当然我不能耽误王门的工作 告诉他们嘛 我自己能治理自己会照顾自己的 你们放心工作吧 你现在这么不方便 自己怎么照顾自己啊 反正那个地方我不去 我不去 行行行行行行漾 要不我陪您一块儿去 我 我现在也是需要疗养的人 你看这咱村这个疗养院 修好这么多年了 我还没去小时候过呢 你 你说这是真的 我陪您一块儿去 行吗 那行 你要是去 那我就跟着去 行 那咱们今天就去 哎呀 你能够这么忙 我总得收拾 收拾东西 你和赵书记聊着 我帮你收拾去啊 不不不 总认不麻烦你的 我的东西我收拾 实际 书记 你给我一天时间 让我自己收拾 咱明天去 行行行 老夏 你别忙活了 让秦燕自个儿来收拾吧 那咱们就说好了 明天我们来接你 明天 明天 好 丁香 赵书记是不是回来开会了 他有没有说那个铺子的事啊 铺子卖得不好 赵书记想以租代售 减免租金 普通村民减免两年 贫困户减免三年 凭啥呀 贫困户减三年 那 那燕自村的人不都是贫困户了 燕自村的人都可以免三年啊 他们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 你还跟他们比啊 你也想当贫困户 我说一句话 你能回我十句 我不跟你说 我得找赵书记去 凭啥呀 秦爷家的钱都给退了 就咱家的钱不退 为啥 哎呀妈 你怎么能别凑热闹了呀 你这娃子呀 读书读的都傻了 这不合理吗 明明啊 人家都是免费拿铺子的 就我们家交全款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现在买便宜便宜 他就算再便宜 那我也是一壶酒一壶酒 卖出来的钱 我容易吗 我一定能找他说着说着去 妈 你不能去 有这样的吗 真是太蠢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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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条件多 这高兴啊 这哪儿呢 这儿啊 到了 这儿了 来 来 来 好 秦爷 请进 哎 快请进 这房间好啊 你看你看这阳光 你看这阳光 阳光遍地 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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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穿啊 哎 你这哪儿是疗养院 这是养老院的嘛 我不带 我不带 我来啊 哎呀 赵百川 你就是个大骗子 你除了这养老院 把我哄来 是给你做广告 做招牌的 我才不上当 我要走 我要走 去哪儿啊 爷爷 哎呀 秦爷 您听我说啊 养老院啊 还是疗养院 这不是就一个字的差别吗 嗯 哎呀 我还没老糊涂呢 养老院啥地方啊 这网上都说 那糊工都打老人了 我现在腿都不好 你们走了 他们不把我打死了 我才不带 哎哎哎 秦爷 秦爷 这又不是急东营 这是养老院 哪个能打你啊 反正我不想带 我要回家 哎 秦爷 咱们还是讲点道理 好吧 你如果实在不想 在这儿 刘老院待 你要回家 那你就回吧 我们也不来你 但是 傅蓬东乔他们不能 再去专门照顾你了 他们手上好多工作要做呢 还有 你说你这把岁数 你从墙上摔下来 跟村里没啥关系吧 那村里也没有义务照顾你哦 那我让我儿子回来伺候我 哎 秦爷 这时候 你就不怕耽误儿子工作了 咱岁数大了 应该少让儿子操点心 让他好好工作才是啊 爷爷 啊 现在养老院啊 都聘请最专业的 医护人员跟营养师 他们会根据你的病情 给你搭配最好的护理 给营养配餐 这样你的病情 会好得更快一些啊 是 而且现在是什么呢 咱们现在的现实问题 您看您这腿脚也不方便 一个人在家 我们也不放心 您在这儿 我们这心里就踏实了 来来 您看看 这都是专业的医护人员 您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问题 你们再别骗我了 我知道 你们就想报复我 嫌我老给干部提一件 上次还要你们推钱 是不是 我不带 我要走 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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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接我呀 开个会 晚了你 你找我干啥 我不跟你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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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要干啥呀你们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您看看 这后头啊 就是棋牌室 牌宇室 老年活动中心 这不像您想的那样 这养老院还虐待老人什么的 不是那样的 哎呀 您看这花园多漂亮 早上张院长就在这儿 您也就在这儿 就要打太极 打得好着呢 腿都摔伤了 我还学啥太极啊 哎呀 像您说的 您还能一辈子做轮椅 啊 爷啊 那后边有一个湖 就是鱼塘 鱼塘里的鱼 你随时去钓的 鱼特别大 钓了以后呢 厨房给单做 哎 这个姚晓月 啥时候还有这待遇了啊 这是赵书记改的张长 哎呀 哎呀 这个赵白川啊 哎 坑不想的把这地方搞得这么好 那为啥不早告诉我啊 哎呦 您这是 闲篮馆啊 那行 我搬过来 我就给赵书记住一个屋 和书记一个屋 好是好 但是您看啊 书记一来了以后 那赵孟不也得来 到时候你们撒一个屋 这个 我也就随便说说吧 不是想跟他住在一块说说话吗 人家父女俩 我就不凑热闹了 是这儿 给我搞一家 我就试着 住一桌 好好好 我保证您住下来肯定不想走了 减免租金的事 我建议 还是在意 我建议这个贫困户 和这普通户 一样得了 你是内心他们有意见 肯定有意见 这个贫困户 大多数都是这个燕之村的人 减免三年 普通户减免两年 让人觉得 你向着燕之村啊 向着又咋了 你当初他们脱贫致富的时候 没事 不是咱们村上 也给他们好多优惠条件 你现在我照应一下 贫困户砸了 别激动 别激动 住下来住下来 赵书记 秦爷答应住下来 已经住下来 我就知道他会住下来的 在这疗免院 有那么多人陪着他 又吃又喝又玩的 热热闹闹的 那不比他 在家一个人闷着墙 那可不是 赵书记 这都是副书记和刘主任的功劳 也不知道他俩是咋给说通的 张院长 这养老院的牌子 你们自己挂上去 跟老人们一块儿庆祝庆祝 咱们石头城事太多 我们就不来参加了 好 那我们就自己来吧 好 我陪赵书记走走 活动活动 说您也不听 一回来就忙忙忙忙忙忙 这下知道滋味了吧 慢点慢点 我把衣服给你脱了 叔 是不是伤口又疼了呀 要不然吃点止痛药 慢点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来 疼 后面给我垫高点 来来来来 谢谢 这样舒服吗 舒服 舒服 谢谢老夏 吃什么药啊 我也不知道 赵梦和蓬蓬才知道 我打电话给赵梦 让他快点 怎么样 蓬蓬 你来了 冬乔说你不舒服了 哪儿不舒服了 没事 就是就是累了吧 可能 你你 手啊脚啊什么的哪儿的 没有麻吧 没有 不是你要实在不行 咱们就赶紧去医院 是 去医院吧 不不不不不 不去医院不去医院 你赶紧给我吃个药吧 疯疯 没事没事 来 来 哎呀 够了 看啊 你就是活动太多了 老夏没事了 我躺会儿就好 你你回吧 村上有那么多事等着你呢 我告诉你啊 每次说你就像害你一样 你说你万一有个三车两软 这村里工作谁做呀 咱们待下做也得奔小康了 我不会闭眼的你放心 你知道不会闭眼你就得听话 方方 你在这儿照顾她一会儿 我还有事 行行 你去吧 去吧 好 好 听话啊 跑下你慢点啊 没事 我送你说 白川 嗯 你能看清我吗 哎呀 疯疯吗 咋不看清楚呢 清楚着呢 那 你能闻到味儿 哎呀 还有啊你 大小变什么都正常啊 哎 疯疯你这 我就是累着了 谈话就好了 你那零件啥都是好好的 来 听我的 听我的 来 你把手打开 嗯 咋了 你伸开 嗯 来 你跟着我坐 嗯 来 使劲我看看 嗯 嗯 嗯 这 这不好好的吗 没事 看着了吧 一会儿盯不着就出岔子 你说她咋就不听劝呢 我看我就得二十四小时盯着她 哎呀我说我过来帮忙吧 你又不让 你公司还那么多正经事呢 哪能让你天天来伺候她呀 要不然咱们请个护工吧 我早想请了 她非说她能自理 她不用 嗯 要不然让凤姨过来吧 她总不能把她撵走啊 我老麻烦人家怪不好意思的 再说了 给人家钱呢她也不要 嗯 嗯 嗯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嗯 没事 没有 没有哪儿不舒服 我跟你按按腿 也 也 也不是不舒服 没事 没事 哎 哎 你 峰峰 你把吕涛给我叫呗 吕涛 不跟他商量了 请护工 好 吕涛 快 你说什么含你 呦 我爸怎么了 看着挺难受的 问他也不说 就让吕涛过去 快去快去 行 叔 咋了 那你先把门关上关上 鎖上 鎖上 反锁上 反锁呀 鎖上 赶紧快点过来我跟你说 哎呦 你咋了 是不是又难受了 要不然咱们去医院吧 不不不不不 这咋了呀这是 哎 不不不不 哎 李涛啊 你赶紧去 我一瞬间把那便活给我拿来 哎 我 我要小便 你看我这脖子疼起 也起来不方便 快点快点 你这长了半天是 凤鱼在 你不好意思说你有急 你都知道了你还问 哎 你跟赵姆说一声 让他想办法劝一下凤鱼 别来照顾我 他在照顾我 我浑身不自在 好吧 那你在医院的时候 咋不说呀 医院不是有护士吗 你要再说我 现在已经好多了 凤鱼在这儿 我多狼狈啊 怪丢人的 这个应该你自己说呀 你说他家在中间多难受 行 你先把便活拿来 快点快点 去哪儿去 吕涛 这门在门 还关上了吗 没事吧 百川 我给吕涛打电话 百川 百川 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大事 已经好了 这么快就好了 不信尽量看看 走吧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么快 吓死我了 李涛给我吃了几 几粒止疼药